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概整個節目進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有幾個部分呢 第一個部分是先請 我先介紹一下今天的來賓 今天的來賓是 之浩 他是GTV的參與者 也是這一次神秘的總召 然後Bass Bass也是九松的秘書長 同時也是這一次神秘的總召 那這兩位呢 會在前半個小時 跟我們大概解釋一下 GTV這個社群 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成立 然後 做了哪些事情這樣 那再等一下 在接下來的一個步驟裡面 我們會去談說 這一次的神秘在台南的議程 有哪一些特色 包括各個共同主辦單位 他們自己的分軌的議程 有哪一些內容 那然後我們也會邀請到幾個 有亮點的議程的主講者來講 包括我們今天有個高中生患傑 他等一下會來談一談 他開發的一個程式 那今天的節目還有一個亮點 就是Freddy大概會在八點半前後來 跟他談一談 他跟一群朋友現在正在做的開放國會計畫 到底是怎麼回事喔 好 那我們可能現在就先開始 我不曉得收看直播的朋友 大概對GTV的了解多少 我知道很多人如果是從GTV的社群過來看的話 可能會不太需要再理解GTV是什麼 但是 其實我也知道有很多 譬如說在台南的朋友 他們明明知道這個活動 但其實搞不清楚GTV是什麼 三密是什麼 所以我們先從GTV是什麼開始 那我是不是先請直浩跟大家解釋一下 GTV是大概什麼時候成立 那這幾年的過程當中做了哪些事情呢 好 謝謝婉玲 今天在GTV的粉專上面直播 其實有點緊張 嗯 GTV的這個社群 我實際上參與是從2015開始 不過社群據我所知是從2012年就開始運作了 那一開始就是有一群朋友 一起開始做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 我知道的話就是 第一個專案是中央政府總預算的視覺化 因為那時候 馬英九政府有一個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的廣告 然後那時候他的廣告裡面就說這個 事情很多政府都在做 就是相信政府做就對了等等的 那 那時候聽說就這群朋友們就有點不高興 就覺得說 這個 雖然中央政府很多事情都在做 可是 你也不用這樣子吧 我們應該都也都能夠理解 所以他們就聚在一起做了一個 中央政府總預算的視覺化 想說 雖然總預算很複雜 可是 透過適當的工具 透過開放的資料 應該都可以讓大家看得懂 所以就開始了這樣子的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公民運動 那 到今年就是 到今年2011 2020年10月24號的時候 就上週六 剛經過了第八週年的黑客松這樣子 那 我覺得這整個運動裡面 對我個人來說 對對對 就是長得是這樣子 對 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泡泡 然後你每點一個 就看到一個部會的預算 然後他會幫你換算成有多少杯珍奶啊 這個多少個便當等等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現在有沒有持續更新嗎 這個現在有沒有持續更新 這個現在有沒有持續更新 九中團那輩子說有 而且 這個東西現在 是多久的頻率更新 一年一次啊 就是 因為他是每年的總預算 對 應該 就八年吧 而且據我所知 他有被台北市政府 和 義大利那邊 都有拿去 就拿去再 做成他們自己的版本 這樣子 那這是其中 我覺得社群一個很 核心的概念 就是開源的精神 做出來的東西 盡量跟大家分享 然後讓很多人拿去 用它 做出他自己的用途 那因為 好啊 當然好 對對對 哎呀 最基本的問題 對 什麼是G0 嗯 我記得這個宣言裡面 應該有寫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看到 G0V.TW社群的網站 不確定社群 宣言裡面有沒有寫 不過至少關語裡面 應該是有寫 就是說G0V其實就是從 政府 GOV Government 這個單字 前面三個字母來的 那會把 O換成0 這個根據網站上面的說法 就是說從0開始 重新思考政府 在當代公民社會裡面的角色 那也代表是 數位原生世代 就是我們這個世代 很習慣使用數位工具 那可以怎麼樣來重新想像 政府應該怎麼運作 然後對人民是更好的這樣子 嗯 所以G1的名字 特別挑出來 對 對 對 那這個名字在 接觸國外的 國外的人的時候 常常會造成困擾 其實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唸 G0V 那滿卡的 那後來好像就有人 開始用 G0V 所以就是用 GoV Government Gov 然後唸成 G0V 這樣子 那現在 國外朋友慢慢也都習慣了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講回來說 我們剛剛說的主事的哪有 然後 第一個專案是做中間公司總預算的世界化 你還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嗯 G0V 好 好 你要拿這個嗎 好 好 好 我覺得G0V社群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大家來去去各做各的 自己喜歡做什麼做什麼 所以對我來說 G0V社群是以很多很多專案很多工作小組組成的 那每個專案都有自己的一個治理模式 自己決定可以自己怎麼下決策這樣子 嗯 可以啊 比如說我自己參與的G0V的國際交流工作小組 就是一個G0V社群其中的一個小工作小組 那這個小組也沒有辦法管到別人 那就是自己管自己 那自己要怎麼做 就是有個公開透明的標準 譬如說我們自己的決策模式會放在網路上給大家公開來檢驗 那我們的交流的過程啊 我們交流的成果也都會放在G0V社群的共筆裡面 我們現在大家都習慣用HackMD 放在HackMD上面給大家公開的看 那G0V有其他的很多其他的專案和那個工作小組也都是 就是按照這樣的進行 那因為這樣子多中心的架構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代表自己的聲音 每個人都不會被別人過分的代表這樣子 那這個等一下Face應該也可以講更多 嗯 那其他的專案 就我自己的參與過程的話 我自己是參與比較多跟G0V社群精神藝術作品相關的專案 那嗯 對 那我一開始回台灣之後 第一次參與的專案就是G0V那時候 社群被邀請參加2015年的台北數位藝術節 然後那時候是在松山煙場做一個展覽 那時候我第一個參與的實體的 實體第一個參與的G0V的專案 嗯 那我 嗯 所以我們剛剛這樣聽下來啊 就是說G0V其實分成一個一個小小的社群 然後做著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可以稍微寬估一點幫我算一下說 G0V這樣來來去去參與的社群的人次或人數 大概有多少人嗎 有算過這個數字嗎 呃 譬如說從 呃 開始以來到現在 我覺得其實很難算耶 不過我們現在通常會講的就是 呃 我們G0V Slack上面有 已經像已經超過八千個人 嗯 將近九千個 所以這些就是活躍加不活躍的人加起來 對 至少有八九千個人賬號在這上面流動著這樣 好但既然這樣子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聽了蠻多關於G0V的介紹 可能接下來我就想請Base聊一聊說 你現在負責的揪鬆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專案 然後每天都在進行些什麼事情 呃 我現在就是 呃 我現在平常工作的地方就是 呃 G0V揪鬆團 然後呃 我們呃 是從很早開始 就是在社群就是辦黑客鬆的一個團隊 然後呃 嗯 從最早開始就是呃 是幾位志工 呃 他們開始在G0V社群辦黑客鬆 然後一直到 呃 2016年我們才有就是呃 呃 職工的加入就是像我 然後跟我的同事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們開始有一些 呃 日常Routine的工作要做 然後 例如說像是呃 我們上個禮拜才辦完的 呃黑客鬆 然後上禮拜四八週年這樣子 然後呃 除了黑客鬆之外 我們也會有一些 呃 希望可以 我可能要先問個問題 嗯 可能會有一些不是社群的朋友 要先理解黑客鬆是什麼 哈哈哈哈 所謂的黑 解釋黑客鬆是什麼 所謂的黑客鬆 我們現在就是會介紹說 就是他就是黑客的馬拉鬆 就是他顧名思義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呃 就是他是一群就是黑客 然後在一個時間裡面 然後呃 一起協作的一個活動 然後呃 我覺得在G0V社群比較特別的是 呃 在這裡協作的人不只是工程師 而是有很多很多人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 呃我們希望就是同稱他們就是黑客 這樣子 嗯 那所以揪鬆就是揪人來參加黑客鬆 對就是 嗯嗯嗯嗯 這樣的意思 嗯嗯嗯 對然後我們除了黑客鬆之外 就是我們為了 讓就是更多人可以跟呃 可以在G0V社群一起協作 所以我們就是後來呃 從2016年開始就推了一些專案 希望可以呃 讓更多就是呃 公民科技專案有機會就是呃 獲得一些資源 或者是人脈等等 然後可以成長成更好的專案 所以呃 例如說我們就有呃 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然後呃 就會有一些呃 還蠻不錯的專案出現 像是呃 嗯 最近大家比較有聽過的可能就是 例如說像是真的假的 或者是呃 國家保障 或者是呃 美股不會台灣觀測站 就是最近正紅 你要不要挑其中一兩個 給我們詳細一點的解釋說 他大概做了些什麼事情 然後用什麼樣的方式做 好啊那我先講 講真的假的好了 呃他們的就是 他們最早就是在那個Line Line上面做就是呃 可以幫幫助你呃 事事查核的一個呃 Line的機器人 就是Line的chatbot 然後呃 呃只要你在呃Line上 你不管說要收到哪種謠言 呃 有舉翻就是任何的網址 或者是 他們現在好像也可以呃 認證圖片 我記得就是可以 他們有呃 可以幫你就是 查證就是 你任何在Line收到的謠言 那他們的機制就是呃 你在Line收到謠言之後 你就轉傳給他們的機器人 然後機器人會幫你就是 傳回他們的資料庫去做比對 然後再告訴你說這個謠言 可能是真的還是假的 或者是呃還有個人呃 意見 然後然後他們呃 我覺得很難人可貴的就是 這個資料庫它是呃CC0 就是呃 釋出所的呃 資料 所以呃 很多人都可以拿他們的資料庫去應用 所以後來就是又催生了那個美育儀這樣子 還有更多更多很多的 所以美育儀其實跟這個專案有點關係 是的 對 好 那除了我們剛剛說的這些之外啊 糾松團的日常其實就是 要負責把兩個月一次的大松 運作起來嗎 對 這個我就突然想起來 為什麼今年Gillian V3B會來台南辦 跟去年底 呵呵 來台南辦大松有關係 就是糾松團想不開 就欸我們去台南辦吧 那為什麼想不開一次就夠了 為什麼要想不開兩次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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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那呃 除了糾松這個部分之外 其實我們也知道Gillian V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做國際交流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直浩跟我們聊一聊 國際交流的部分大概做過哪些事情 那接下來有什麼樣的期待 好 嗯 據我所知Gillian V國際交流其實很早就開始 一開始Gillian V運動在台灣開始 開始發生 開始變大的時候 從2012年慢慢一群人 然後到2014年318的時候變得很大 所以那時候慢慢也開始 因為台灣的公民運動受到世界的關注 所以連帶Gillian V運動我覺得也被關注到 所以開始有國外的人跑來 那我們就有 包括Gillian V的共同發起人高嘉良 他有去國際上各個會議參加 參加會議 然後或是回Email什麼之類的 所以慢慢 可是因為Gillian V這種去中心化的結構 就變成說 只有他一個人 他一方面很累 一方面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代表 所有的Gillian V參與者的意見 等等的 所以後來就出現了各式各樣不同的 國際交流方法 那多半都是譬如說 有一個Gillian V的受邀演講的一個Email群組 那這Email群組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Gillian V的人去演講 就寄過來 然後在群組裡面的人就會各自看有沒有興趣 有興趣就可以去 可是在這個 這個有國內也有國際 對 它就是一個公開的Email的Google Group 今年因為就是真的很特別的狀況 所以交流的確是有變少 在我的參與經驗裡面 不過就是線上的交流和溝通還是持續的 譬如說線上的 現在很多像RiseCon等等的會議都變成線上版本 那個就某種程度上又更開放一點 我覺得 因為你就不用 一定要找到資源 然後飛到某個地方去 才能跟這些人交流 而是線上直接即時的交流 那當然就是要 比如說要忍受時區這樣 你要半夜起來等等的這些事情 對 我其實蠻好奇想問兩位就是 今年線上交流一定變得比較頻繁 那對你們來說實體的交流跟線上交流 對你們來說差異是什麼 然後好處跟壞處的解決是什麼 因為其實在這次的展示裡面 也會有部分的形式部分是線上 我覺得過去 因為去0V國際交流小組 這個社群的工作小組 其實是去年才正式成立 那成立之後呢 就因為飛到國外交流 就一定要支援 或是把外國人飛進台灣都一定要錢 要錢 然後要幫忙找住的地方 然後要幫忙安排議程等等 可能都需要很多的工作以外的時間 參與社群的 才能夠有這個事情發生 那可是 這就變成說 有空的人才能來做這件事情 沒空其實就很難了 那 那線上的交流的好處就是 其實這些事情可以大量的減少 你可以很輕鬆的就是 schedule 一個線上的 meeting 這樣子 好處就是這個 壞處就是沒有辦法像我們這樣面對面的 take a lot of cues 就是可以看到你的表情 看到你的這個 結束還可以去吃飯喝酒 這就是很大的壞處 這也讓大家比較難 比較難凝聚起來 我覺得 貝斯覺得呢 除了剛剛志昊講的這種 還是你覺得國際交流 線上的成分變多了以後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感受到差別 我覺得 因為我們 揪鬆團就是 現在有在做 就是線上揪鬆 對我們來說很 立即的差別是很累 就是 我們 計數含量要變高 對 計數含量變很高 然後 就是 大家都會很專注在那個螢幕上面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那個螢幕裡面的事情 其實是還蠻複雜的 對對對 就像我們今天直播也做了一些準備 對 結果 Freddy就突然出現了 好 我們等一下再讓Freddy出來 好 等一下見 好 那 我們大概介紹了一下 G0V怎麼成立 然後這幾年大概都做哪些事情之後 其實就要進入今天的主題 就是要介紹G0V Summit 2020在台南 那我們是不是就是先 幫我切到那個網站的畫面 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的日期跟地點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這是第一次 撒蜜辦在中研院以外 甚至台北以外的地方 那而且在台南也找了幾個在地的團體 作為共同主辦 所以 譬如說像 我自己其實是 台南新亞的這個成員 那我們這一次呢 就會在第一天的時候 有自己單獨的一鬼議程 聊我們想聊的議題 但是在第二天跟第三天的時候 就會跟大家一起參與整個大的活動議程 那整個活動時間從12月的4號到6號 那現在正在售票當中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到這個售票連結去 那等一下我們會花一點時間 去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這一次的各共同主辦單位 有哪一些 然後我們會推出哪一些有趣的議程 那這一次地點呢 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們會分身在不同的地方 譬如說 所以其實第一天是很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在台南市區 不同的地方移動 去聽你有興趣的議程 那第二天跟第三天 大概就是在成大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請 這個 貝斯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揪搜場那一天會辦的議程 是哪些議程 第一天的就可以 嗯 好 剛才婉玲有說就是 第一天就是 我覺得對這次就是 我們辦GV傻蜜來說 就是跟以前 就是最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在第一天有 就是很多共同主辦 共同一起規劃的議程 所以像揪搜團的話 我們那一天的主題 我們就是比較聚焦在就是 教育科技 然後跟 半松這件事情 所以 除了 有台灣的講者之外 我們就是也有讓就是 來自日本和韓國的講者 就是一起介紹 就是他們 在這一兩年 他們做教育科技 跟他們在各自的國家 辦黑客松 或者是 就是經營公民科技社群 有一些怎麼樣的 成果 他們都會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對 教育科技有興趣 然後或者是 對 揪搜團怎麼辦鬆 然後我們也會分享 我們 線上揪搜的經驗 都可以來 揪搜團的這一軌 然後另外三軌呢 就是 好想工作室 他們是 因為好想工作室 是長期一直在台南 就是經營在地資訊人才的 培訓 他們最近最火紅的案例 就是口罩地圖 對 所以他我大大本人就是 他自己就是 扛下就是這一天的 就是主場 所以如果你是 如果尤其你是台南人 然後你是資訊人的話 你就是可以選擇這場去跟 就是台南的資訊大大們交流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是那個就是 FabLab台南跟台南創客 他們 他們 他們也匯集了一整天 就是 Maker 就是海南的Maker 就是 我們這次也特別邀請 就是 整個南部的Maker社群 一起來參與 所以 我覺得 這件事情還蠻不容易的 就是 我們 我們這次辦 GVM 一般來說 GVM社群很多專案都是 很多都是偏軟體相關的 但是我們這次就是找了 南台灣最硬的Maker 一起來 對最硬Maker 一起來 做他們整天的Maker 議程這樣 所以 大家務必就是 選好禮拜五你要去哪裡 或者是你要跑場也都可以這樣 好 其實 大家如果跟著我們一起看議程的話 會發現其實那個 題目點進去啊 都還有議程的簡介 譬如說我就會對 好想的某一個議程很有興趣 台灣政商人物資料庫 從點到線的資料協作 那點進去我們就可以看到 對這個議程他大概 就是議程的發表人自己寫的 大概兩三百字的摘要 然後會有一些相關的資訊放上去 就是如果大家是對議程有興趣的話 歡迎每一個點進去看一看 然後可以開始安排 你這一天的哪一場 想要聽哪一個場次 那如果各位有看到的話 第三軌的部分就是 新亞今年 在這一軌裡面 我們想要談的就是 台南市縣市合併生隔十年啊 那這十年間 其實我們也意識到 有很多的改變 那我們想去談兩個大的議題 第一個大的議題就是 青年移居台南 真的是一個好的選擇嗎 第二個是 這個我也知道 這是台南號稱文化古都 那很多文化資產碰到了 這個開發的時候 到底這兩者之間的衝突 要怎麼樣可以平衡 或怎麼樣可以共存 這個大家都是我們想討論的議題 而且我們也邀請到 就是台南在地幾個重要的地方創生團隊 譬如說包括佐鎮啊 新化的幾個團隊 跟我們來聊一聊 地方創生在台南實作的一個經驗喔 所以今天這一場 光是這個台南J鬼的這一場啊 我覺得其實蠻適合關心台南很多議題的朋友 可以在那一天來無緣 來工會堂跟我們一起了解喔 好 那我們講了第一天之後啊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第二天的早上 是這一次議程的一個重點 Kino是第三天 第二天也很重要 第二天很重要 譬如說Freddy等一下就要來講他那一鬼 開放國會要幹嘛 但是等一下來Cue你喔 我們先來講一下第三天的Kino 我們請志浩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次Kino 為什麼是找這些朋友 那這些朋友會來發表什麼樣的演講 這一次Sami在台南 就跟往常很不一樣 那這次Kino 就是基調 以往是基調演講 那今年總召們就很有野心 想要做基調的座談 也就是說一場Kino 不是只有一個講者講他想講的 我們是想要促成多個講者在同樣的台上 然後促成一個對話 所以今年的Kino的話 有兩場 一場講的就是台灣的社群 和最近大家慢慢開始討論民主防衛的這個概念 那第二場就是講的是 我們台灣這附近還有台灣附近的區域 不同的民主社群不同的開放社群 在怎麼做他們彼此的工作 第一場的話我們邀請到的是 行政院的數位政委唐鳳 然後跟長期在做社群相關研究 還有法律相關研究的我們好朋友 中研院的陳順林研究員 副研究員 不好意思 法律所 中研院法律所的副研究員 那第三位我們邀請到的是 台南社大長期在從事環境運動的黃煥章老師 那這場的促成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總是要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去拜訪三位講者 那再來就是找到主持人其實是更困難的 主持人是誰 主持人是長期在台灣參與開源社群的新影 那他現在也是在開放文化基金會當 我記得他是執行秘書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他也是今年台灣 今年Cost Cup的總長 Cost Cup是台灣最大的開源的一個年會 那這一場我們想要談的就是 台灣其實有很多很澎湃發展的公民社會 不想講社群也好 講社團也好 講NGO也好 這些團體能夠在所謂的民主防衛 或是台灣民主的茁壯的這個過程中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他們防衛 如果他們是防衛民主的角色的話 他們防衛的對象是什麼 他們是不管是外來的侵略 或是內在關於破壞民主的一些機制 或是肉洗這些 我都很希望這些蔣子漢 在主持人的這個帶領之下 能夠跟我們分享 他們過去幾年來做的經驗 然後希望可以在 希望扮演命這個舞台 可以是一個 好好大家坐下來講話的一個場合 所以我們這次 直到座談的時間安排比較長 希望可以有這樣的對話來產生 我其實真的是蠻期待第一場 因為我有點不太能夠想像 唐鳳跟環環在老師會 彈出什麼樣的結果 沒錯 沒錯 因為GNV社群 雖然說我們一直覺得 是一個台灣全國 然後國際的一個社群 不過很多參與者還是在台北 那這是第一次到台南 其實很難得 那台南 據我們所知 其中一個歷史最悠久的台南在地的團體 就是台南社大 所以那時候也很謝謝婉林 還有心雅 幫我們聯繫到社大的 不管是主任還是參與者 然後間接再聯繫到黃老師 這樣子 OK好 那第二場要不要再 好啊 第二場這個就稍微比較 我個人覺得可能更敏感一點 就是因為第二場我們邀請到的是香港的朋友 那香港朋友 據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香港有很多朋友現在已經到了台灣來 在做各式各樣的不管是倡議 或是繼續念書做工作等等的 那當然還有更多人是留在香港 繼續的打拼 那我們 因為GNAB國際交流工作小組 從去年開始就一直在跟香港的朋友 保持聯繫 然後交流 看看我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可以分享的地方 所以這次的 其中一個 我們的希望就是這次座談能夠請他們來 那至於談什麼 我們因為香港現在 因為有國安法的關係 其實情況是蠻敏感 那我們也不希望因為這樣的大會 造成大家的困擾 或是甚至危機大家的安全 所以詳細的內容 我們還在跟這個江澤 所以他們會參與還是會過來呢 有在台灣的港人 那也有 還不在台灣的港人 會線上聯繫 所以Justin是在台灣的港人 對 然後後面寫的香港公民黑客 就是現代人在香港 那現在也還沒有 他們現在不一定在香港 他們可能在全世界各地 不過他們正在為香港的民主做努力 所以第二場主題就是很明確 就是定位在香港 而且應該是會跟香港的民主有關吧 對 因為我們一開始 其實也有期待說是 譬如說香港 台灣 或是甚至泰國的 最近泰國的這個議題 那不過後來 因為獎者邀請 各式各樣的聯繫 總召也有我們的極限這樣 所以最後就是決定還是把主題 把講者 就是從香港邀講者來 不過我們講的話題 不一定只限於香港 可能他們自己也有其他經驗 想要跟我們分享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兩場Kino的安排 蠻有趣的 就是第一場是從中央到地方 從政委到社大老師 那第二場是從台灣到香港 其實是往外跟往地方兩個方向去延伸 其實也蠻像這次Sami的主題 就是希望做在地也希望做連結 是希望我們能夠做到一些事情 然後希望能夠幫到 等於說 讓聽眾能夠聽到一些他們想聽的 然後來讓講者藉由這個舞台 可以有一些交流的機會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那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 那我們剛剛知道了Kino要講這兩場之後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前一天的議程 沒有介紹就是日韓麵海鬆 那等一下我們會播出兩支影片 是日本跟韓國的朋友 那他們可能會透過線上來參與我們的議程 那在那之前 我是不是先請知號 介紹一下麵海鬆是怎麼樣子的一個活動 好啊 這是Sami那個網站上有三天議程嘛 這個 4號5號6號 那其實有一個隱藏的一天是還沒有放出來 就是12月3號禮拜四 那天我們是預計在台南辦一個叫麵海鬆的活動 那麵海鬆是從國際交流小組成立以來 去年開始跟港台日韓四個地方的公民和客合辦的一個跨國的黑客松 第一次是在去年的6月在沖繩的沖繩市舉辦 那時候很謝謝Core for Japan 還有沖繩當地的夥伴幫我們舉辦 那時候大概有40個人到了沖繩的沖繩市的一個老街區 然後我們就在一個已經被沖繩市政府指定要拿來 就是做創新的這個hub的一個場地 然後做兩天一夜的活動 那大家提出的是各自在地的議題關心的議題 不管是小孩子的貧窮問題或是環保問題等等的 那或是比如說女權的問題 那大家各自提出議題之後跨國的協作 所以你看到每個桌子上面有做台灣人有做日本人有做韓國人有做香港人 其實是蠻感動的一個場景 那第二次其實就是在剛剛兩位有講到的去年年底 在台南大松的前一天後一天 那說病起來辦 所以第二次那片海松是去年12月在台南 那我們本來是希望今年的8月可以在紀州島 等於說日本台灣然後韓國這樣 那可是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我們就沒有辦法 那希望這一次年底能夠某種程度上請港台日韓的四個地方的朋友能夠獻上參與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聚集在台灣關心這些具議題的人一起來做一些實質上的協作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說面海松有一個更大的關懷是在區域如何連結 是 對所以這一次雖然是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 新冠武漢武漢武漢肺炎 因為這個的關係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可能這一次的面海松就是比較多是線上來參與 是沒錯 但面海松的議題有一些大致的想法了嗎 這一次大家要聊的議題 其實就有點像是GINNB黑客這種一樣每次都沒有預設議題 覺得大家來了再 對 第一次對我們來講其實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經驗 因為那次是2019年的6月 他結束的那一天就是香港一次很大的遊行 所以那次從香港來的朋友 隔天中午我們活動還沒結束他們就飛回香港去 參加那時候的民主的運動 那這個議題就是那時候日本和韓國的朋友就告訴我們說 他們那時候還不知道反送中這件事情 是因為黑客松的時候 他們接觸了這個議題然後一起幫忙翻譯相關的文宣 才知道說原來香港現在這個議題這麼嚴重 因為我們希望就是不只是辦會 辦會就是大家分享經驗嘛 是辦黑客松是辦松 那辦松跟辦會最大的差別就是辦松大家可以坐下來 所以SAMI是會 SAMI其實是會 松是一個大家坐下來可以真的做事情的地方 所以松比較像co-work 對 我是這麼感覺 SAMI的co-work成本沒有那麼高 比較像是share 也許是co-eat orco-drink 對 sharing 沒錯 好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來看一下 日本和韓國的朋友幫我們錄的兩段影片 嗯 Hello I'm Haruseki from Code for Japan At the summit I will share the recent civic tech activities in Japan Unfortunately I can't go to Taiwan this time But I'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virtually See you soon Bye Hi This is Miley from Japan We call for Japan members collaborate with GovZero for a long time We prepare some sessions for GovZero Summit 2020 Our interns will talk about Civic Tech Challenge Cup The award we organize for students And my session is about EdTech Hope to see you soon Bye Bye We will talk about the two of us 日本和韓國的朋友 那也跟大家say hi 然後也希望在年底 能夠透過線上跟大家一起來參與這些活動 那接下來的部分呢 我們就邀請到我們其中的一個 亮點的議程 就是一個高中生來分享他做的一個程式 那我們先請 換姐自我介紹 我是換姐 我是透過臨時小學校認識G01的 目前就讀13高中三年級 那我喜歡寫程式 以前寫程式 你什麼時候開始寫程式的 我是2013年國一的時候 開始寫程式的 那就是我小三的時候 很想要寫一個app 可是我 我去發現程式語言書之後 我發現自己看不懂 就是程式語言書裡面的內容 那在國一的時候 剛好有了一個 跟程式有關的課程 我就加入這個課程 從此以後 我就開始 進入了寫程式的這一條路 這樣 那 我以前寫程式都是以程式競賽為主 後來有參加 就是資安國企的競賽 那目前 我現在的專案 Champard for High School Student 專位高中生存技術 專家型 聊天機器人為主 那Champard for High School Student 是一個 源起於去年10月 前幾天剛辦一週年的專案 那目的是為了 避免同學忘記帶作業 或準備考試的書籍回家 那同學可以把這些資料 加到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自己加還是 原本我們是希望老師加 可是老師沒有那個時間 那最後這個任務 交由班長跟副班長執行 那 同學 同學可以透過這個程式去查詢 未來之前的考試跟作業之外 我們在放學前 會推一個推播訊息 來告訴同學 未來幾天的作業跟考試 那 我們當初會開發這個程式 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自己去高雄參加 Mapang研討會的時候忘記帶書 然後在馬上結束了Champard community 那回來之後 我就決定自己做一個屬於自己班級的Champard 那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現在教育科技裡面 其實有很多線上的教學資源 那 可是在教育現場 目前都是以資本作業為主 那我們希望可以幫助教育現場做數位轉型 那 參加Champard主要的兩個原因 第一個當然就是推廣資訊教育 那 還有就是我們會想在Champard上面 詳細的跟大家講 第一版跟第二版的程式 有什麼不一樣的 嗯 我其實蠻好奇的就是 為什麼不能用手機的形式力 來做這件事就好 要另外寫一個程式做這件事 嗯 因為 就是 它是 因為我是情緒 是 我們這邊主要的功能就是 可以在放學前提醒 所以有預設一個提醒功能 就是 因為放學前就是 大家一定會拿開手機 那我們就是在大家拿開手機的那一刻 把訊息 就是發給大家這樣子 所以有一點像是一個 班級共同的形式力的概念嗎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 因為 我們會講聯絡部 好聯絡部 那 之前試做的就是只有在你們班 還是有推廣到別的不同的班 去 最一開始 去年12月上架的時候 是在我們班 那3月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不希望就是 用資本的登記表 因為這樣會接觸 這樣會 有接觸感的概念的風險 那所以我們做了提文登記的功能 那有提文登記的功能之後 我們就開始嘗試了想要 部署到全校 可是 當我們把程式寫完 準備要開始部署的時候 就是 疫情已經虛幻了 然後也快要放暑假了 所以 可是我們還是部署了 全校有一半的班 就是15個班左右 那 有這樣子的經驗 我們在設計第二版程式的時候 也有特別為了部署這件事情 而努力 這樣子 那譬如說 第一版的時候 有沒有收到什麼樣同學的回饋 就他們有沒有希望 新增什麼樣的功能 推播什麼東西 之類的 我們有定期蒐集使用者的體驗 然後就是 第一版的程式 比較大的問題是 它是比較指令化的操作 那第二版的程式 對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使用者友善的介面 然後 然後 還有就是 以往就是 我們把程式 放在美國 然後製造庫放在台灣 這樣會造成一個問題是 就是 它會員的時間會很長 那現在我們 都把 程式跟製造庫都放在 國家高速網路中心上面 那 這樣子的話 就是 回饋的速度就是 最慢就是2秒 就是 還蠻快的這樣 就大概原本的2到3倍左右 所以其實你們也不斷的在更新功能 透過每一版的更新去 把一些之前 覺得可以再做得更好的東西 做得更好這樣子嗎 對 然後 我剛剛有跟你提到就是說 就是 我們現在是 以班級為主 那我們希望可以 百般的審議 提升到整個校園 那像 校園的話 就可以發一個請求公告 或是 調色的通知 這樣 除了提升到整個校園之外 我們也有 想做一些個人化的功能 比如說 或整體育理性化 或是 就是 忘了叫做業 或是比較 個別化 就是把 放學的通知 就是如果已經叫做了業 我們就不把 就不把這一版的通知 發給他 你剛剛都用到我們 所以表示不只有你 在寫 是一群人一起寫 呃 我們 團隊其實 目前 曾經有過5個成員 但是就是 呃 因為高三的關係 所以就是 大家要跑去考決策 那因為我沒有計畫 暫時沒有計畫 要營業大學 所以就是 那 目前是我自己 獨立的一個開發 那我剛剛還有提到的 另外4位成員 是因為就是 他們在大學上課 或是在公司上班 所以也暫時沒有時間 所以我們會在12月的三密上面 聽到更完整的 關於這個 呃 程式的報告對不對 是 你的是哪一天 你的一程是哪一天 我現在找不到 應該是 一個人是找不到 呃 OK 所以是在第一天嗎 OK 好喔 那希望幻姐那一天 可以有更完整的介紹 一個高中生開發程式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到現場聽 然後聽他操作這樣 好非常謝謝幻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單元呢 就是希望能夠邀請 我們另外一個亮點議程 開放國會 開放國會的這個主獎人 Freddy 來跟我們聊一聊 什麼是開放國會 那為什麼要在三密 來談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謝謝幻姐 然後請Freddy上台這樣 剛剛有人在下面留言說 總召都要檢討 不過今天上節目的所有人都檢討 你也假頭髒啊 哈哈 我也假頭髒啊 哎哎哎 因為是收音在那邊 你要說台語沒問題喔 好 好 我們先請Freddy聊一下 說開放國會是什麼 你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先來說GNV三密 好啊 好啊 是GNV三密 2018那年 前年的時候 都用我的歌 我都沒收錢 欸 欸 這是不是有錢 沒有啦 其實GNV裡面 這些緩子都是我的老朋友 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 我跟唐鳳是朋友 20年前就好朋友 其實如果唐鳳 包括高佳良 伊柏 HC 他一定 當然那個 買20年前 那個時候沒有GNV 那個時候 伊力學 那其他 所以說那個時候 欸 對 所以說因為都老朋友 所以說前年 我說我要去參加GNV 什麼 結果高佳良就說 你這些歌可以讓我用嗎 都 所以有問題啦 有啦 他就說不要用 因為他問別人都要版權 還要收錢 稍微很複雜 我說你都做你用 我自己的老朋友 這次可以用嗎 這次可以用嗎 好啦 親切都可以 後面那麼快 所以說 但是我都沒想到說 我會去GNV 來演講 因為我去街上 我都是聽說 大家都清楚 剛才國中先生做的 很深 我剛才在旁邊聽到哪吹 這樣 我那次 2018那次 也是聽很多人說 很多很深色的事情 我沒想到說 我有一天我自己去參加GNV 什麼 要分享一個工作 但是也很好 因為開放國會 其實不是說我要做 什麼很厲害的事情 其實就是 你把國會的所有的這些組織 都開放後 像剛才這些厲害的人 老人 他就有辦法把國會 可以有國比較多 可以讓人民可以參加這些工具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其實我 因為上一次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說 要怎麼讓國會 可以改變 讓人民可以參與 但是因為上一次 還有很多工作 其他要做 所以說那個時候 開放政府開放國會這些工作 我都拜託我的好朋友 小新勝 替我去參加這些年會 我自己都知道這些工作 但是我一直沒有時間 可以來真的推薦 我第二次的練習之後 我就覺得 現在應該要快來拚 因為 第一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有公督謀 對不對 也知道有其他的 這些監督國會的這些組織 但是這些組織 現在 從以前很簡單 以前就是 你有出席嗎 你有報道嗎 你有出席嗎 你有出席嗎 這些所持就好 因為以前的立委 都很分担 連開會就不可以去 所以說以前是 所持看起來 就可以去 這個 監督說這個立委 有認真嗎 都沒有去開會 一定很不認真 比較有去開會就比較認真 那是以前 現在接下來這幾次 就沒辦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有速化 那是亮化的 就開始說 你現在也要看你這時候 怎麼辦啊 主題是怎麼辦啊 你有離題嗎 是說來這裡問導遊 來這裡浪費時間 建拜要選舉的時候 大家立委都說到這樣 嘴巴全部 什麼都關心 都說 這個自己也是支持 台灣主權的也有 國民黨裡面也有人這樣說啊 也有人說 我都專門在關心都更 也有人 就是說你的選民關心什麼 他就說我都在國會關心這個 但是 因為國會的主權 都沒有開放 要不就是有開放 又不是那種機器 有辦法去 去這個 判讀的這種 這種格式 所以說一般人 你是沒有材料 去看說這樣我也來看 這四年這個立委說 他都很關心什麼議題 這樣我也來看一下 欸你要把他 所有的質詢全部看完 什麼人有這種時間啊 當然大家仰賴說 公主門要不然你帶我們看一下 公主門這樣他要請多少人 他要花多少錢 他現在當然有公民審查的這個部分 但是你說要叫 他們把所有的這些立委 他問政的這些重點 都看到你還做筆記 整理所有的每一個選區的這些選民 不可能啦 你也不可能去要求NGO做這種事情 對不對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說 包括我在選舉的時候 我的對手 都說他最關心都更 我那個我就覺得說 公民最關心都更 不說他最關心都更 因為萬塊有很多社區 但是我 我是因為這些 包括這些 這個維老 都更條例 我都有去參加 我印象中 我的對手都不可以去參加過 所以說 我就自己去 我自己的團隊去調查 去把他做十幾年 要是十年的立委 所有的資料都拚出來 發言說 20幾個都更審議 他去臨次 我說哇 這樣你工棒 調到這樣四個時候 這樣把你的選區的選民 炒團說你最關心 結果你去 我去我記得27次都更審議 你去20次 我就說你比較有認真 我是見面都去 我自己外國國風委員會 那是內政委員會 還是白的委員會 我都去 大家知道跟我們 這個萬家的都更有關係 我都去 你20幾次去臨次的人 你工棒調到四個時候 我想說這種資料 沒有一個NGO 可以讓大家整理 這只是國會的資料 開放後 關心的人 厲害的人 親手剛才的這些 厲害的人 他設計一個很厲害的APP 很厲害的這些程式 網頁 讓大家可以很快的爬梳 所有這些質詢的 立法院公報的資料就好了 所以說其實我 這不就是立法院公報數位化的好了嗎 立法院公報數位化 以及要讓他真的可以開放出來 讓大家可以閱讀 而且這樣有很多人就會出來 剛才你說的那個口罩地圖 口罩地圖那不是唐鳳做的 那是我們自己在台南 好想工作室自己做出來 自己開發的 所以說那就是因為我們的口罩 應該說我們的健保 健保的資料包括 跟有求的都已經數位化 你想想看他跟立法院一樣 他們都要使用傳真 譬如說大家買口罩 有多少人買 都還要用藥書 但是這樣添 添了之後還要再傳真 我這樣是不是可以說 現在就還有一個是傳真啊 我辦公室在連書法也在團金啊 傳真機大家誰知道你們 你們還知道傳真機嗎 哪裡還在用 我身邊除了立法院沒有人在用 當然還有公務機關還有在用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所有的藥教 健保 健保 這些都要是用傳真 我們就沒有口罩地圖啊 你這些傳真以後還要用人工來算 你算了之後 你這口罩最新的資料是一禮拜之後 可能才有都算了之後 就沒有最新的口罩的存量 就不會有民間的厲害的人 發展出來可以變民的最好的工具 所以那你這樣說開放國會第一步是 立法院數位化 對 數位化 開放 格式要機器可以判讀 之後關心立法院的人 主任會去想辦法監督立委 你要監督立委 他有沒有在做你關心的議題 以及他是不是如他在電視上講的 或選舉到的時候他說的那樣 你可以很快一如反掌的就可以監督到 而且這件事情不是靠這個 還去拜託NGO或什麼 資料我相信有高人會出來 之前高家良在2014的時候 他就做很多程式去說 其實國會我們一比較可以發現 有哪一些人他投票的傾向都是怎樣 他可以數據化 但是就是那個時候他做不到 他沒辦法做完整 就是因為很多資料沒有開放 所以這個界階目前 怕算要撒多久 現在應該就是年代的時候 我們這個行動方案就會出來 因為其實既然叫做開放國會的行動方案 我們是為這個過程這幾個月 就都是開放的方式 線上也開放 北中南也辦NGO跟公民的論壇 給大家來提供 給大家提供 給大家提供資料 一批開放政府夥伴聯盟 來去也想說台灣可以製造一個一份主 的一個回望公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行動方案是三年 就是應該說到2024的這個人旗刷 所以我們到那個進展 我們已經有很多工作 都已經在表定上面 那我覺得問一下 你歡迎現在的態度是怎樣 對這個案子的態度 一開始當然有部門 部門還有其他的黨團有很多 不要說很多 有相當不同的意見 但是經過這個協調這幾個月 他既就有很多工作 至少起頭他都答應了 包括我們應該每年 也會在這個 這個 這個 包括這個開園 這個我也跟他說很久 什麼是開園 對啊他們一開始說這樣 那個立法院會被那個 那個有國安問題 治安問題 中國都會跑進來 所以說但是現在 既就有 沒有幾個部門的這個城市 先開始開園 讓他有這個信心 所以說立法院可能會變成全世界的國會 裡面 現在除了英國國會 有加這個開園的這個 叫基 那個叫基 開那個帳號 我一時還不記得 叫什麼 對 基合 在那裡 我們也會 基什麼 我就是 說太快 我現在要英文 還要改法院 還要改代議 所以說 所以說 在基合裡面 台灣的國會 應該也會有帳號 可能會是代理的 對 全世界代理的國會 我們就是 我只要讓這些公務人員 不會煩惱 所以說有很多不一樣的贊助 應該在未來這三四年 都會完成 所以你歡迎是一個 配合的角色 還是他自己主動 要去拿一些案 來複合 譬如說有算 還是怎樣 都會 其實基本上 我們現在 這個行動方案 有5月不一樣的贊助 這其實 我們這個 十二月的時候 我們那個可以 第三米裡面 可以說得太少 不一樣的面相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來跟大家說 我們的議程 開放國會議程是 第二天 十二月五月六 會再起9點半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說 是 大家快去買票 我那天 最重要 就是大家快去買票 我剛才說到這樣 把全部 最重要的設置 都是到現場才會說的 OK 感謝Freddie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就如Freddie剛剛說的 就是今天這個直播 其實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介紹議程 介紹G0VE 介紹三米給大家 那希望可以提升大家 對這個 整個活動的內容的理解 那進而願意來參與這個活動 那目前為止 我們還在賣早鳥票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早鳥票獻章數嘛 要不要找一個人 過來跟我確認一下 總之要找一個人 來做一下 跟我確認一下內容 早鳥票的售價是多少 我馬上點進來看一下 立刻報名 我是不是沒有先say好 沒關係 早鳥票1800 然後早鳥票內涵什麼內容 早鳥票內涵就是 你可以參加過我今年賞力的影片 那 他有板得 可以這樣講板得嗎 板得要領外賣 板得是另外一個 板得也是非常推薦大家 對對對 我先講一下板得這趴 剛剛都沒有機會講到 板得這趴我們邀請到的是 台南一個蠻有名的中破篩 叫東鄉的老闆 那這個中破篩 他其實幫很多重要的 譬如說農委會的場合啦 或是台南市政府的場合辦過這個桌 但為什麼會邀他是因為他其實蠻在意 譬如說食材的履歷 那食材跟在地的關係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就是在各位參與者的面前去呈現台南 有哪一些特殊的食材 那他是用健康的 然後美味的方式烹調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有來參加的話 我覺得半桌票買了是蠻值得的 好 但我們再講回來找鳥票 找鳥票是1800元 然後你就是可以看到現在畫面上面有的這個 那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甚至有1500元的學生票 那這個真的是我覺得蠻優惠 那買的時候並不用提出證明 只要入場的時候記得帶學生證 就可以用學生票 來參與所有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所有的議程 所以 學生票的權益沒有差別 只是就是 沒有錯 目前的話 除了盲鳥票 已經結束販賣以外 目前在販賣就是找鳥票 1800元 學生票1500元 那如果你是開源 軟體不管軟體議題 或社群的貢獻者的話 你甚至有900元的貢獻者票可以買 但這要認證 嗯 這是貢獻者票 我們是跟開放文化基金會的一個 叫做OSCV Pass的一個 一個program來合作 那你只要跟開放文化基金會提出申請 那他們幫你看看你的開源貢獻之後 你通過了 就可以來我們這邊買900塊的 超值超值的 這個GINVSUME 2020的票 那所有的票的權益都是一樣的 那你會可以參與所有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的所有議程 好 那今天的直播大概快到這邊要結束囉 那最後還是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點進去 SUME的議程 好好的研究你有興趣的場次 然後趁現在趕快購票 然後把飯店啊高鐵票都訂一訂 12月4號我們台南見 沒錯 謝謝大家 我們什麼想跟大家最後再講幾句 趕快來買票 只要量慢完就沒了 對就這樣 優惠 優惠就像膠原蛋白一樣 會漸漸的減少 對 希望大家趕快來買票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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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